娱乐圈一直都是最亮眼的地方 也是最冷酷的地方 很多人一夜爆红 很多人黯然陨落 朋友之间除了情意 更多的是利益 或许是出于这个原因 许多娱乐圈的明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谁红跟谁晚 2月15日 中国小教苏一鸣夺冠之后 就再次让大家见识了贵圈的现实性 18岁的苏一鸣在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决赛中 一举拿下了金牌 成为中国冬奥会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 此前他在单板滑雪男子 扑面障碍技巧的比赛中拿到了银牌 一金一银为中国单板滑雪运动开创了新时代 该消息一出 不少明星发文祝贺 并且提前祝苏一鸣生日快乐 其中知名演员林更新在苏一鸣夺冠动态下一句留言 送我上去 我跟他还算熟 却引起了众多网友的不满 甚至称他是蹭热度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苏一鸣和林更新早就认识了 在决定做职业运动员之前 苏一鸣曾经在娱乐圈发展 和林更新 佟丽亚等人有过合作 彼此关系还算是不错 而从14年至17年 苏一鸣所发动态之中 多次主动at 林更新 根据网友的粗劣估算 应该有20多次的互动 但林更新一条都没有回复 甚至都没有关注对方 直到这段时间 苏一鸣参加冬奥会并拿下银牌后 林更新才关注了苏一鸣 并为他送上了祝福 上次的银牌祝福还算是体面 但这次的金牌祝福 让人觉得有种不熟装熟的蹭热度感 而关于林更新 说他和苏一鸣还算熟的话题 已经超过了1.1亿的阅读 评论区都是一片吐槽声 直言 平居闹事如无人问 富在深山有远亲 在网友眼中 林更新冷落了苏一鸣三年 如今人家成为冠军 就站出来认好友 蹭得太明显了 当然也有部分朋友认为 林更新只是开玩笑而已 并没有其他意思 但不可否认的是 在娱乐圈的大环境之下 不少明星都养成了视力的性格 或许并非出于他们的本意 只是对热度的下意识反应而已 好了 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很感谢屏幕前的你能够看到这里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 欢迎在下方进行点赞留言订阅